我们生活在空气的流场中和气流朝夕相处 但对它视而不见 在文影仪下 气流的行踪分毫避陷 甚至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与众不同 这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你只需要一个凹面镜 一个刀片 加一点耐心 就能制作一个文影仪 通过照相机就能观察到视频里一样的效果 首先放置一个凹面镜 它的作用是汇聚光线 当光源在凹面镜的焦距以外发光 光线就会被汇聚相交 接下来需要一个T恤刀片 刀刃放在凹面镜的光线汇聚点上 在刀片后面放一个照相机 这就是文影仪 在凹面镜前的物体和扰动的气流 会被相机记录到 为了方便描述投影过程 需要把照相机简化为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光屏 光屏上的图像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凹面镜前物体的影像 物体反射的是自然光线 这些光线会被凸透镜折射 在凸透镜的一至两倍焦距之间形成倒立缩小的时下 光屏上的另一部分影像 是由凹面镜反射的光线 形成的圆形光斑 当出现气流时 由于气流内部压力较低 所以密度较低 凹面镜的反光 从静止空气进入气流时 光线会发生折射 入射角小于折射角 当光线射出时 入射角大于折射角 所以离开气流的光线 会向凹面镜中心方向平移 导致这些光线的汇聚点 在正常光线汇聚点的前方 如果气流较冷 密度较高 就会导致离开气流的光线 向凹面镜边缘平移 所以汇聚点出现在 正常汇聚点的后方 现在用刀刃 正好挡住正常光线的汇聚点 因为刀片处在凸透镜的焦距之内 所以并不会在光屏上呈下 但是光屏上原有的光斑 会因为刀刃的遮挡而消失 但前后两个汇聚点的光线 并没有被完全挡住 都会有一部分到达凸透镜 这两个汇聚点 也同样处在凸透镜的焦距以内 所以从这两个汇聚点发出的光 同样无法被凸透镜汇聚为石像 只能形成光斑 前面汇聚点的光线 经凸透镜折射后 形成的光斑较小 亮度较高 后面汇聚点的光线 经折射后 光斑较大 亮度较低 所以密度较低的气流 形成的光斑较亮 密度较高的气流 形成的光斑较暗 这些明暗的光斑 就组成了气流的影像 这些影像和物体倒立的石像 正好对应 现在把凸透镜和光屏 替换为照相机 它会把倒立的图像翻转过来 于是就看到了凹面镜前的物体 和它形成的气流 原理虽然简单 但需要耐心调整光源 让凹面镜反射光线的汇聚点 都处在照相机的焦距以内 当然也要仔细调整刀片 让刀刃正好挡住 正常光线的汇聚点 这个装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如果你失败了 那只是因为你的耐心还不够